最後一句 我本身以為是忍著的一開始 結果真的在隧道寫這些眼淚就是不聽人家說話的 我就是我之前說我怎樣唱我都會哭的 因為我覺得人成長完之後 就是我之前說我怎樣唱我都會哭的 雖然這首歌可能是這位原本歌手姜濤先生送給他的朋友離世了 但是我暫時就是想送給很疼愛的朋友 因為他們一直陪著我去成長 或者是我的粉絲們都是我一個非常大的動力完全 所以我唱這首歌的時候 再加上我說送給曾經的自己 我就會忍不住哭的了 所以 因為我覺得人成長之後 可能以前的自己都會不見了 所以我很希望他會回來 但是我覺得他是會回來的 但是我覺得他是會回來的 所以 我會慢慢去等他 也都希望 在走這條路的時候 可以再預演回他 有機會 谢谢大家